疫症持續蔓延 政府和專家叫大家保持距離 招聘和求職亦會靠科技遙距進行 本港最新失業率創9年新高 不少人來到科學園的招聘博覽碰下運氣 看真一點,這裏其實是招聘博覽的網頁 受到疫情影響,科學園今年將博覽改以虛擬互動形式進行 求職社登入這個網站,就有一次親身來到招聘博覽 至於在科學園的招聘會會場,就沒有往年那麼虛陷 不同公司就在這裏擺檔 在網上即時和求職者對話,甚至是即場面試 有參與招聘博覽的生物科技公司說 相比起傳統的招聘會 網上招聘能夠更加有效找到合適的認證者 更加是未來大勢所趨 以前的經驗,很多認證者未必認識我們公司的文法 傳統的討論,可能要寫了一百份CV 最後有兩個人上來的討論 但一上來的討論,就發現原來他們的Culture 可能這些認證者說我不行 變成我們現在純粹是一個社交平台 很快一分鐘就打出去 它就知道我們是一個甚麼Culture 今屆招聘博覽一共有160間本地和跨國公司 提供1,100多個職位 涉及人工智能、金融和生物科技等行業 大部分職位和技術以及研發相關 例如資訊及通訊科技 近三成職位適合應屆畢業生 香港科學員說雖然本港未來前景不穩 但仍然需要大量的創科人才 創科不能停步 因為我們做創新科技需要時間才有結果出來 研發不是我今天研發明天就有結果 疫情下有一些公司都是多了機會的 舉個例如做Payment、OpenAPI 做手帶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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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任何時候都有新的機會出來 看你怎樣去掌握機會 博覽會將會舉行到下個月底 照片博覽會舉行期間 亦都會提供免費的職業諮詢服務 及求職分享會 幫助求職者裝備好自己 無線電視機者中卓希報道